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虽然是我的秘书 但咱们首先是同志 同志之间没有上下级之分 你以后不要这么客气了 这不是我的苦丁茶吗 我看他们从张连才家里 抄来了几只人参 就要了一只来给您炖了些生茶 狐狼 从前亲三官那抄来的财物 那都是公产 那是将来又用来修学堂用的 你怎么能学学便便拿来给我补身子呢 县长 我看您日夜操劳 也是想为了给您补补身子呀 我今天要补身子 就拿个人身 那明天他要盖房子 再拿一笔银子 我们民国政府 各处的主事们都到任了吗 四局两科和保安团的负责人都已经到任了 各乡各村也都推举了乡长村长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白文焕同志 一直不肯接副县长的伟人状 我去了白家几次都没有见到他的面 好 这事啊 我去办 赵先生 赵先生 这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啊 是是是 看来看来 这日子过得不错嘛 来来坐坐坐 给我上双筷子 来 拿个酒中 我今天陪你好好喝一杯 好好好 你也难得来啊 来来来 倒着 你们哥俩先喝着啊 待会儿嫂子给你煮面吃 好好好 来 赵先生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白爷 不 白文焕同志 你什么意思啊 你就这么躲着我 你非得逼着人高秘书 把伟人状 从门缝塞进来 你还是不敢 你怎么就看不上 我们国民政府了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 你要了解我了 你就不会这么说 也不会这么做了 你在满清的衙门 被狗咬过 可这国民政府 难道还不如满清的衙门吗 衙门也好 政府也棒 说到底 那都应该为老百姓 莫福利 赵厅长 你听没听过 我们三边县的三国演义 县衙门 葛老会 还有你 现在我白文焕成了 葛老会的龙头大爷了 三国演义变成两国演义了 那多好啊 你想想 你要是再干了副县长 那不就是一国演义了吗 那不就统一了吗 这就是我担心之处 你还担心什么吗 你 如果 三国演义变成两国演义 最后变成一国演义 赵县长 如果你要是犯了错误 谁来管你呢 这就是你不当副县长的原因 我跟你说 难为你想得这么周到 也不是我想得这么周到 那是因为 在现如今呢 要想做个好官 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咱们就说了个钱松年吧 抛开他对满清的愚重 这个钱松年也应该说 不是个坏人 可到最后呢 就是因为 他重用了小人 任人为亲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没有人监督他 你不是监督他了吗 你别管了一次吗 最后呢 此人可恨 更可怜 赵县长 你要引以为戒 所以说 这个副县长 我还是不干的为好 不干 坚决不干 我跟你说 你现在要想干 我都不让你干 不过 这县议会的议长 你得干 县议会的议长 是干什么的 管三边县当官的 管我的 就是要让这些单官的 好好做人 好好做事 那这议会里除了议长 还有什么 有议员啊 你有很多议员啊 那我干脆还是当议员 为什么 因为议员不但能管着县长 也能管着议长 真有你的 百万换同志 我现在算是了解你了 来 赵县长 干 好 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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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长大人 求求你了 你就放过小女吧 我给你磕头了 哪有老丈人给女婿磕头的 你放心 你闺女跟了我 保证 我让她天天吃香草辣的 我保证亏待不了她 小长大人 小女已经许配给人家了 下个月就要过门了 就要过门了 太好了 正好过我的门 大老大老 不要 不要 小长大人 你们不要 小致 来 老人家 快快清洗 大爷 我求求你了 我就这么一个闺女 她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也不想活了 求大人给我做主啊 大爷 放心 你女儿不会有事 挺有劲 真香 老五 来 叫各位姻 好 来 我教你怎么脱衣 谁啊 活得不耐烦啊 老爸 什么事啊 回中有急事 大爷让你马上到三堂去 不去 这么晚了 我还办事呢 老婆又做了一个大生意 龙哥大爷让他们分营子去 你要去晚了 就没你的份了 等会儿 等会儿 老妈 有多少银子 是不是他 老丈人 就是他 好啊 你欺负百姓 强占民女 给我把了 咋 你干什么 怎么松开 老娘 别换规矩 嗯 等会儿给百姓跪下 放屁 老三 你少装钻 男儿旗下有黄金 我只跪天跪地跪祖子 不够这个级别的 我不跪 老爸 你是会中刚进 律法刑罚的罪手 按规矩 该如何出发 如有势众欺人者 欠也难容 死在万刀之下 好 那就按规矩办吧 姓白的 你好毒啊 啊 你刚谋了我爹的位子 现在又来算计我 你 你 你要赶尽杀绝啊你啊 老妖 你就少说两句吧 白爷 今天我想替老妖求个情 念老妖年纪上 情又是初犯 况且那个民女并无大碍 能不能 饶过他这一回 五爷 要论情谁没情啊 是你五爷没情 还是大爷没情 还是三爷没情啊 没有情兄弟们能跟着老大哥 走到今天 就是靠了仗义 靠了情义 今天你出饭 明天他出饭 长此下去 贵州的规矩 谁还肯守 贵州的纪律 谁还肯听 那不是乱了套了吗 老三啊 你就别在火上浇油了 这不看僧面 看佛面 看在仙人老龙头的面子上 就饶过瓦这一回吧 看在老龙头的面上 死罪可免 活罪难饶 免去陈天恩 十排管事之位 并出鞭刑七十二下 是 走 姓白的 你 都是贫穷老百姓的子民 老百姓是咱们的根 咱们的本 齐在老百姓头上作为作福 那是什么 是不仁不义的白眼党 为了维护隔老会的声誉 我从今天开始立一条新规矩 从即日起 凡是在政府当中 做官的 不论官职大小 全部辞去 否则 将削去汇集 兄弟永不相认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是 这个保安团长你不能辞 新政府刚刚成立 赵先生也过于斯文 你在那儿正好可以 承贺一批之力 而这你在那儿我也不放心 哥 啥意思 你真要把我开除各老会的 扯淡 这个玩笑开大了 安哥 你可以把我开除各老会 你可以让我离开兄弟们 可以 你把我杀了 还没听明白就急什么急 坐下 老六刚刚打听到的消息 袁世凯用兵权 强迫孙中山先生 出让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 刚上任就开始解散各省的会党 如果不自行解散 就以乱党流口论出 我不管那么多 反正我不离开各老会 奶奶的 他们这么做 不是谢莫杀驴吗 陕西的情况就更糟了 观众各老会 不服军政府的解散令 还给新军干了一仗 兄弟们死伤无数 我了得 山堂最后也给封了 依我看 咱们这个山堂也支撑不了多久了 你只不过是比我早走一步吧 奶奶的 几百年的堂口 难道就这样说散就散了 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手 如果硬碰硬的话 兄弟们死伤不说 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咱 广且 解散个老会 未必是一件坏事 借此 可以完成老龙头在世时 一件未了的心愿 啥心愿 带着兄弟们走正道 来文化我是你祖宗 抢了瓦和龙头大爷 怎么不得好死 看什么看 没见过龙头大爷 破教的有什么了不起啊 老子当了龙头大爷 一样做教的 哎 吴老二 吴危险 我是老药 吴老二 你给我站住 你他娘子呢 连他妈老子都不认识了你 干什么呢 谁啊你是 我 你谁你得敲门知不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县长呆的地方 知道吗 你谁啊你是 他是谁 他是我秘书高天同志 哇 我还以为你是高天同志的秘书呢 哈哈哈 县长 你们认识啊 哎呦高天同志 这可是跟我一起蹲过监狱 打过西安的革命老同志 吴文贤 哎呦是 是吴同志啊 哎真不好意思 这个小同志很有意思吧 哈哈哈哈 哎呀这吴同志 赵县长经常跟我提醒 您在三边那真是如雷贯的 三边的百姓只要一提起这个吴 吴文贤 啊吴文贤同志 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哎呀吴同志 这个刚才不好意思多有得罪 真是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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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老吴啊 回来探亲吧 啊 后天 是我跟我太太柳如梅 结婚十九年 回来纪念一下 好 太好了 这得好好的办一场 好好的办 啊大办 从简 从简 一定要好好的办 十九年 不容易啊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啊 怎么了 哎呀 还带着什么事吧啊 哎呦 吴副县长 欢迎你啊 欢迎你啊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跟你说 我还真担心啊 这省里派来的人跟我合不来 你这一来 好 我就不辅天意了 老吴 咱们说好了 得好好地干一场 好好干一场 大干一场 大干一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都都大人呐 想找一个熟悉三边情况的人 来欣赏你的工作 这不就把我选上了 我已经是你在这儿当县长了 哎呀 我高兴啊 我做这赵县长啊 还是我的革命 吴剧王老师 哎呀 太好了 哎呀 不 那个 哎呀好 那个高天 赶紧安排一下 给吴副县长接风 先不接 还是先办公务吧 什么公事这么接 只行都君府的命令 解散格老汇 解散格老汇 列祭 列宗 各位龙头 为了格老汇 各位兄弟的身家性命 不忠不孝之人白无患 今日斗胆封此相当 望仙人们不要怪罪 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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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兄们 我知道大家心里难受 但是人空心不空 山堂虽然没了 可是大家的兄弟情谊还在 我们还是一家人嘛 以后格老汇的兄弟 有什么难处 尽管来找我白无患 格老汇的弟兄们 咱们 就此别过了 格老汇 我们回来了 几位爷 几位爷 第一个 我吴文贤回来了 啊 老爷 各老会散了 我也曾经是 各老会的一员 我能办一下 龙头大刀吗 来 进去 我姥姥 你怎么会给你 你现在还能不得 这更好 我来 乌兰 葛老汇这帮弟兄 有家产的 有家业的本来就不多 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 生活所迫 才加入葛老汇 都把葛老汇当作自己的家 现在 山堂呼啦一下子就散了 真不知道以后 他们的日子该怎么过 大鹏不是说 他的保安团 能收留不少弟兄了吗 保安团又不是第二个葛老汇 能收留的弟兄还是少数 大部分的呢 还是没有办法 如果这帮弟兄 因为生活所迫 再去干那些偷金摸狗 打架劫舍的事 那我白宫换吧 真是成了千古罪人了 那你咋不办个标局呢 标局 对啊 你那些弟兄都会五千名棒的 江湖码头又生门生路 你不把他们召集起来 开个标局 那不是太可惜了 刘哥兄弟压标 这江湖上谁敢接啊 你别说你这主意真不错 你呀 这两天就职到低头喝闷酒 你哪有脑子想正事啊 到底是我媳妇 我媳妇真聪明 你少为奸套啊 我可不是为了你 那你为了谁啊 为我自己能睡个好觉 这两天一到了晚上 就跟在炕城烙饼似的 烦都把我烦碎了 不想睡你就出去 那我找别人睡去了 你怎么不拦着我呀 你去啊 我敢问我 标局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叫什么名字 义昌标局 义昌标局 仁义 昌盛 这名字好 赵县长到 好 赵县长 请 好 同志们 落座吧 坐坐坐坐 坐坐坐 哎呀 文焕啊 这次各老会者的赛真是难为你了 我还怕你想到开呢 真没想到啊 这么快 就把日常标局给开起来了 我这座县长的惭愧啊 哪儿的话 阁老会减赛是有些可惜 但是能让弟兄们从此走正道 这不也就是坏事变好事了 好事好事 一场标局有白爷的威望 今后这生意一定是顺风顺手才愿 兄弟们办标局 只不过是想在刀尖上爬过饭吃 要说顺风顺水财源滚滚 哪比得上你五大人 那的话 以后你一会儿就在一起共事了 要叫同志 以后你就叫我吴同志就行了 好 吴同志 来来来请坐请坐 来 大峰同志 以后吴副县长 现在是我的左膀右臂 就别大人大人的叫了 文化 他们俩现在真是替我分忧啊 所以我才能腾出手来 兴办教育 兴办教育 对啊 国家要强盛 非从教育抓起了课 我准备在县 乡 海春上 广开学堂 开启明志 原本不是有私塾吗 私塾教的都是四树五金 百物一用 我要开的新学堂啊 那是教我二位们天文 地理 算术 体育 还有孙先生的三民主义 这个新学堂好是好啊 可要是一下子开出这么多 也不容易 赵先生 三边本来就人多地少 水土又薄 我看还是鼓励农丧才是 教育是百年大计 国之根本 课不容缓啊 这个道理我懂 可是钱从哪儿来呢 万爷 兴办教育是赵县长多年的喜愿 我相信 只要咱们同心同德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你说呢 赵县长 对 对 文贤同志说的对 只要有宏图大志 就不愁美 想想 当初谁能想到 这大秦变成民国了呢 高论 高论啊 赵县长 五官 张才 那咱们就纠缠吧 我不用服 我没喝醉了 没喝酒 就是嘛 我说嘛 等将来学堂盖好了 我们都有文化了 我中华民族就 只可待了 只可待 我喝 我没喝醉 那个 强大了吧 外国人就不敢欺负我们了 对吧 我喝醉算什么 赵县长 要不要我派两个兄弟 不要你 我不要你了 吴文贤好啊 吴文贤 门干 走 走 我不用了 赵县长 我赔 没脸没皮的东西 你说那大脸长得跟我定一样 哥 你说我都拿了闷 吴文贤这样的小人 找他咱都无一多水 赵先生 到现在为止 还不知道吴文贤的为人 赵先生是个好人呢 心肠软 耳根子更软 吴文贤的厉害 可你又不是不知道 上面爱听啥 他就说啥 他这一锅迷魂汤灌下去 赵先生不被灌晕了 也被烫晕了 我不在赵先生身边 你呢 就多给赵先生提个醒 多提防提防 吴文贤这个人 不就是打几孔心 窑洞盖学堂吗 你怎么连这点事都办不好 县长 窑洞好打工钱难付 今年财政科的结余 基本上都用在建 县立学堂上了 这乡里的学堂 实在是没钱建 你就不能跟那些工匠们 说说吗 让他们先盖好学堂 欠他们的钱 我过期日子 自然会给他们补齐的 一分也少不了他们 这县里的白条子都堆成山了 泥瓦匠的 木匠房的 铁匠铺的 砖瓦窑的 街面上只要是听见 建学堂的营生 没有一个人愿意接的 他们还背地里 给您起了一对外号 什么外号 属下作为秘书 不敢说呀 说 我让你说 你就说 赵大炮 赵大吹 赵大折腾 行了 他们说你 就嚷嚷着盖学堂 其他什么都不会干 岂有此理 赵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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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谁生气呢 少年强 三边才能强 中国才能强吗 不是 他们连这个都想不通吗 那你说财政科没有钱 工匠们不愿意干 砖瓦也拉不来 这不听懂了吧 其实大人 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 您天天说人民呀人民呀 其实 我觉得就是一些 无知无实 目光短浅的小民 刁民 行了 话不能这么说 人民无知 那是因为没有受过教育 我新办学堂 不就是为了开启民智吗 夏高同志 你一定要把赵县长说的这些 白开喽 揉碎喽 跟他们讲 你一定要告诉他们 娃娃是国家的未来跟希望啊 对 对呀 你听听 你听听文献同志说的多好啊 可我 我赵猛人整天忙东忙西的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三边县的娃娃们能够读书 你能够奋发突强吗 可我现在落到什么地步 赵大炮 赵大嘴 赵县长 其实要把这学堂办起来 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 文献同志 你还能有什么办法 赵县长 这古人说 民可使油脂不可使脂脂 你看啊 这建学堂 本来是一件公义的事情 我看必要的时候 可以来一点强制的手段 强制性的手段 什么强制性的手段 我看不如由县政府下一道公文 把建学堂的公和钱 分摊到各个村各个乡 分派到家家户户 这不也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吗 不行 我给老百姓承诺过 国民政府 绝不乱贪派科捐砸碎 这样难以赴人 赵县长 等学堂建好了 娃娃们在自己家的门口 读上了书 他们知道了什么叫天文 什么叫地理 知道了达尔文的人类进化论 知道他是从哪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知道你现在的良苦用心了 对 对呀 文献同志 你说的对 说的有道理 高天同志 你马上按文献同志刚才说的 你一道公文 你好以后 承给我看 身体前温 没关系 可能是水土不服 我到你们北方 不太适应这儿的气候 你看你看 这事都怪我 其实我早进给告诉你 这个外地人到了山北以后啊 一定要吃一点当地的豆腐 和老百姓家自己酿的酒 这样水土就服了 那我知道了 今天幸亏你来了 要不然 还不知道挨多少房 小高尔同志啊 赵县长心里也是着急 我们做部下的领导批评结局 被我心里去 可不是吗 这当秘书的就这个命 赵县长他不是人间烟火 我只能认倒霉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你看行不行啊 以后再有什么事情啊 咱们俩先上来出一个判法来 然后再告诉赵县长 这样一来呢 省着赵县长 着急 二来呢 我都不也就稍爱嫌罢了 这一来呢 我倒是有什么事情啊 有什么事情啊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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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我去 我去 伍大人了 不客气 咱们是兄弟 兄弟之间还客气什么 那 你就去你供文吧 好 伍大人 供文你好了 我先送给您看 好 这一路上风停望静了 一点事都没有 你别高兴的太早了 这一带经常会有土匪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土匪能干什么 当然是抢劫了 不过今天 我想结个次 流氓 你说对了 我们就是比流氓还要坏的土匪 弟兄们 给我把他两把了 带我回去 给老大做的压代夫人 放开我 放开我 老大 前面来了个标队 标队 什么标队 一场标局 一场标 你没听说过呀 今天运气真不错啊 刚接来了个水灵灵的丫头 这又来了块肥肉 结了 要不要让它 什么呀 什么呀 一 一 不标 咱们边来人听好了 你们是留下自己的小命 还是留下标误 没看见一场大戏啊 兄弟我可真没听说过 弟兄们听说过没 没有 现在这年头 是个阿猫阿猫狗的 都可以顶个标局的招混 你就给句东快话 是要留下小命 还是留下标误 六爷今天就让你 认识一下一场 兄弟们 动手 慢着 这位兄弟 我们一场标局 今天第一次走标 你不知道不为过 这样吧 你们人多 我们人少 我们单挑 你要是赢了呢 标误归你 你要是输了 还有其他兄弟不服气的话 还可以继续上 怎么样 好啊 好啊 兄弟们 上 来 你不记得我了 西安城 西安城 神雪 就是会唱歌的那个 对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某人同学路过这里 没想到竟然遇到土匪了 幸好遇见你们 要不然真的就被抢到土匪窝去了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不敢的 德哥 这种劫财又劫射 砍了吗 我原本不想杀人 但是我白文焕平生 最痛恨的就是欺负女人的人 今天是异常标局的第一标 老六 把她头砍了 寄异常标棋 其余的都放了 是 大爷 跪下 其他人都给我听着 异常标局是阁老会办的 这位是我们阁老会的龙头大爷 白文焕 今天我们大爷开恩 不杀你们 放好你们回去以后 替我们异常杨阳明 谢谢白文焕 谢谢白文焕 以后再也不敢了 好 等一下 白大哥 你放过这个首领吧 冤家遗解不遗解 更换这些人是穷苦人出身 一时不足才会干这阴身 白大鱼 饶命啊 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 好吧 把她放了 是 滚 沈小姐既然是南洋华侨 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我从小生长在南洋 但老家就在西安 虽然我生长在南洋 但是从小我爸妈就教导我 我是中国人 我的心是中国心 是啊 远离故土的人 思乡之情就更加真切 我常常梦里梦到故乡 但是懂事之后 看到国家贫弱成这样 任人欺辱 心里真不是滋味 所以 当忠然先生 举起反清大旗的时候 我们可兴奋的 上次回西安 除了看姑姑姑父 最主要的 就是把海外捐款 交给反清义士的 那你现在怎么跑到这儿来 看到国内革命运动 风起云用 我决定不回南洋 我要加入战斗 打仗是男人的事 你说你一个姑娘家 你能干嘛 白大哥 你这是封建思想 要改改的 男人能干的事情 女人一样能干 更何况我是学医的 我可以治病救人了 对对对 大哥 该上路了吗 好 沈姑娘 现在局势太乱了 你还是先回南洋吧 等以后 局势太平了 你再回来 国家兴亡 体肤有责 我相信 国家的动乱总会平息 而动乱中 一定会有大英雄的产生的 所以我不想回南洋 我想留在这里 沈姑娘 你多保重 以后遇到什么难事 就到异常标局来找我 他一定要考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